接下來是哪一位王子 請出場 妳好 妳好 把妳最好的一面拿出來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李季峰 24歲 台北人 身高176公分 體重73公斤 出去見面請大家多多指教 好 各位女生 對她的第一印象請選擇 OK 這狀況還不錯 艾波為什麼滅燈 來 因為她講話有相音 我不喜歡 有相音啊 我不喜歡 可是相音很好笑耶 算了 算了 我懷疑她身高謊報 176啊 對啊 但是可能是有運動的關係 可是因為哈林哥是175公分 可是看起來哈林哥比較高 我都不講了 你幹嘛要講啊 我有穿鞋 有跟啦 她也有啊 她的跟比較低啦 好了啦 你跟我這邊吵什麼 你到底幾公分 不用回答 不用回答 請問你平常頭髮都是這樣子打理嗎 不是 好像今天沒有 妳是覺得她沒有做得很有型嗎 不是感覺 感覺就很 自然嗎 令人 癌癌 癌癌 這種話在這裡出現癌癌 對 就是我就覺得她的頭髮就是不太厲害 好了好了 妳就對了 好 琳琳要說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她應該是看起來就是很 很 所以你的頭應該是一百塊剪八剪的吧 對不對 對 我很節儉 應該是 很好 第二個是 我大概 兩到三個月剪一次頭髮 所以剪一次頭髮是 一百五 三百 三百 你看 好大方 一百五 剛剛誰說的 真是的 來 好啦 各位 我們現在進入 網址的介紹 她的工作 大家好 我叫李季峰 我目前是從事保養品專櫃專員 我目前的工作就是介紹保養品 以及保養品的步驟 還有使用的方法 我做這份工作的原因是 因為自己的皮膚好會更有自信 讓別人會更有加分的感覺 我是一個非常整潔又愛乾淨的人 就像對我的皮膚一樣 如果環境有整潔更乾淨的話 我就會更快樂 除了皮膚乾淨環境乾淨之外 我覺得吃的方面也要很乾淨 才會讓我安靜 我平常會在家裡煮飯 因為之前在外面吃到不乾淨的東西 或是我在家裡需要自己煮飯 然後才會覺得安心 我平常在吃東西的時候 比較喜歡吃不油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選擇 牛桃汁的做菜 希望有機會可以做給你吃 我喜歡有禮貌 愛乾淨又不調適的女生 如果你是這樣的女生的話 讓我們過著安心又乾淨的生活吧 它不但不悶熱 而且很愛乾淨 因為它是皮膚保養專員 是不是這樣講 是 這個是男生比較少從事的行業 對 這個聽說我們這個工作人員 去拍的時候 他賣給他一套產品 你怎麼那麼厲害啊 工作人員你都可以賣他產品啊 來…你幫我介紹一下 你要賣給我 還要分析皮膚是不是 對 也可以 你要這樣 擦手... 像我們... 好涼喔 我總要學一些那個奧品 這個涼不是因為 是因為你的皮膚好 它才會這麼涼 你好會講話喔 你皮膚這麼滑 就是因為你平常有在保養 亂講是你這產品擦的啦 我幹嘛學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但是如果擦了我們保養品的話 會讓你的肌膚回到二十年紀的人 二十歲年紀的人這樣子 二十年紀的歲喔 買了… 買了啊 我家有好多瓶啊 他講話很誠懇 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 不會好像 唉唷 我告訴你耶 就是用很誇張的語氣去賣東西 可是重點出現了 大家為什麼紛紛滅燈 剛剛滅了好多盞 CUCU 我不喜歡他就是每天都要 就是我沒辦法接受我男朋友 每天都在那個地方 然後摸別的女生的手耶 如果他戴手套呢 還是摸手 就是接觸太多女性了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在專櫃工作的 然後我們每次去找他 就會看他都會說 等我一下午先忙完 然後他就會有很多 女性的客戶在服務 那如果我是女朋友 我去找你 你也沒有空 所以妳的朋友也是男生 對 來 圓圓 其實我會按燈是因為 剛剛他就是 因為他是保養的啊 然後我很懶 我幾乎不保養 然後我很怕被嫌棄 重點是他就是都超整齊 然後很規律 雖然我很怕髒 但是我很亂 我東西都會亂丟 如果你不愛乾淨的話 我每個禮拜會幫你做燃料 對嘛 還有什麼滅燈的原因要告訴我的 點點 他有一個 就是他自己在家裡煮菜的原因 是因為他到外面去吃東西 會拉肚子 是嗎對不對 可是就是我還滿喜歡去吃 外面路邊攤 就是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如果 就是如果我們去約會 那我們去吃路邊攤 你會覺得就是 這好髒 我會拉肚子 我不要吃 所以你整個人是過敏體質 皮膚 腸胃都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腸胃是倒還好 我是皮膚比較嚴重 皮膚比較嚴重 對 好 反正不喜歡在外面吃東西 來 愛麗絲 滅燈 不 亮燈 亮燈的原因 就是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你是排班制的工作 那因為我的工作也是排班制的 那就是你們時間沒有辦法 互相配合的話 你會怎麼樣處理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你剛剛有形容你很節儉 那所謂節儉的 能不能下個定義這樣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好 因為我們排班制都是 我們自己選那個放假的日子 所以我會針對我女朋友 覺得說 你今天OK的話 我就OK 這樣子 這麼 就說你 譬如說你女朋友哪幾天休假 你可以排她的休假日 對 這很好耶 第二個節儉 像是情人節的話 我一定會直接說 我們去吃大餐啊 然後直接訂啊 但是平常就是說 我想吃那個很貴的啊 吃到飽啊 什麼一直講一直講 我會覺得 我可以在家裡煮給妳吃啊 就是煮得跟她的一樣好吃 然後就是節省一點 然後在家裡煮給妳吃 OK OK Agnes 就是可能在外面 可能難免也是會買一些東西 是如果真的都不吃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人很無趣 然後也會覺得怎麼那麼難相處 對 因為畢竟在外面一定口渴會喝點料 會買東西啊 小命難保啊 居然為了這個原因 要妳吃東西硬吃沒關係 現在剩下三盞 王子的推薦 其實季風她是一個很活潑的小孩 雖然在家裡的人面前 她都表現很矜持的一面 但是以下她都用行動去表示 她孝順的另外一面 那像有好幾次爸爸出院啊 那我沒有時間 我都請她去幫我照顧爸爸 那其實不用說她還是會出去 所以現場的女孩們 絕對不要錯過季風這個男孩 她一定會背給妳 每天不一樣的驚喜和歡樂 大律師為什麼面燈 因為是她剛剛想說去外面吃的點 那因為我還滿喜歡去找 外面有好吃的點 就是不管是咖啡廳啊 還是說很有趣的餐廳或什麼 那我覺得這一點來 我覺得算是生活的情趣啦 那因為她就還 她的點就是很堅持 所以妳是經常性的 會在外面吃東西 沒有經常性 就是想到的話就會去吃這樣 因為我剛剛看到就是 第二個VCR 她有幫女客戶一直這樣摸摸摸啊 然後我就會覺得 要是我自己的男朋友這樣會 所以妳介意的 不開心 妳介意的點還是在上一個 就是 對 而且包括如果 因為現在外食 已經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可能我的時間 又要配合她的時間 然後她煮完 我可能又要忙別的事情 就會一直delay 我也覺得這樣子就是方便 所以到底是這個摸還是這個 就都有啦 都有 今天的王子 這一位王子在這邊 被所有的女生滅燈了 所以我們只能跟他說 有機會歡迎妳再度光臨 王子的約會 謝謝妳 謝謝妳 歌聲可以拉掉了啦 從來沒有覺得這個歌 這麼感人過的 等暗吊的感想我覺得說 其實最後一個 那時候我就想剛好 因為我一開始有在想就是她 但是她最後一個暗吊 我還滿… 滿心疼這樣子 對啊 因為我對女生真的還滿貼心的 我們歡迎下一位王子出現 對 時尚界藝術大師 現身王子的約會 她一走出來 看到她穿紅色褲子的時候 其實我還滿開心的耶 可是我今天也很繽紛啊 對啊 會求完美演出 我從73級到68 2公斑 短時間5公斤 殘酷減重 妖獸登場